美国陆军的主力坦克M1A1 埃布兰大瘦肌肉 年初才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原本要助攻抵挡俄罗斯侵略 等了好久才来的武器 却无法有效扭转战况 乌克兰只能借着其他武器应急 靠着外援补足部分武器储备 在动用捷克制的吸血鬼多管火箭 希望能在战场上带给俄军重重一击 但撑过两年多的战事 早让前线士兵疲惫不堪 而且同僚还一一阵亡 更打击士气 德国世界报纸指出 乌克兰每季需要征兵5万人 每年额外增加20万的兵力 才能补满在战场上的折损 但近期人力远远落后目标 该防的还不止俄罗斯 白俄罗斯也是不定时炸弹 据传乌克兰在北部边境 巧巧增兵部署武力设备 这当然也引发两国不满 白俄扬言必要时将动用非战略核武 因为连北约也强化防御 在周边动员超过2万兵力 设置10个战术营小组 但这没能减缓战争扩散的疑虑 波罗的海三国计划 而匈牙利总理奥班 周二在俄乌开战后 首度前往基普 拜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由于他过去亲俄立场明显 显现这次到访 有意撮合两国和谈 美国Politico新闻标题 还以欧盟防卫双面人冠军 来称呼奥班 但至今还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 俄乌有可能坐下来和谈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又在乌克兰东部 哈尔科夫汉盾内刺客 占领两座尊庄 前线战线推移日夜都在改变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地周二 也击退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 他们遭到连续17次偷袭 结果都没成功 不过现在荷兰原驻24架 美制F-16战斗机 也已经批准准备送到乌克兰 乌克兰战场士兵 不愿俄罗斯白白夺走自家领土 期盼先进战机 到手后全力反攻 要俄军为他们的残忍侵略 付出代价 写债写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